法院爆发了丑闻 院长性骚扰法官 地点是马祖的这个连江法院 这位女法官出面指控 他说院长对他毛手毛脚 向监察院检举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事人 南方这个院长呢 拿出了女法官跟书记官暧昧的影带 他说是因为女法官不满书记官被他考鸡打饼 因此呢 侠院报复 目前双方各说各话 不满遭控性骚扰 连江地院院长拿出影带 直指书记官 半夜出现在女法官寝室 两人有暧昧关系 是女法官不满 他对书记官的考鸡打饼等 才会下院报复 虽然女法官去年已经调离 连江地院 不过女法官指控赵文渊到职之后 对他毛手毛脚 不堪其扰 才将骚扰过程记在刑事例上 像是去年的2月19号用餐时 在大庭广州下对他搂搂抱抱 还有2月份时 还被叫去院长寝室里 试试床备是否暖和 4月份的时候 赵文渊则是在地院餐厅 久后摸他的头发 摟肩排大腿 甚至掀开上衣要求女法官摸摸他的啤酒度 赵院长认为他自己是清白的 他愿意接受调查 赵院长已经在今天提出书面辞呈 辞掉连江地方法院院长的职务 为了自清 赵文渊向司法院提出辞呈 还打算控告女法官诬告 去年年初才到连江地院 任职的他 还和女法官在地院前合照 昔日同僚 如今两人却可能对簿公堂 中文字幕志愿 红圈如吴嘉惠 台北报道